台灣在新增兩例 近外移入確診個案 案508是從印尼回台 二十多歲的男性 至於案509則是從緬甸回國的 三十多歲男性 跟之前的案505同班飛機 所以因為他跟505的這個 座位有這個重疊 所以目前只有新匡列四人 就是他的前一排的這個 的旅客作為居家隔離對象 這兩例都是出現了 發燒 嗅覺或味覺異常 案508在機場就直接收治住院隔離 案505則是在居家隔離時 出現症狀確診 機上前後兩排座位旅客 機組員都列為居家隔離對象 台灣防疫如此嚴謹 口罩當然也不能出錯 雙鋼印制度將於二十四日起 全面徵收 但卻有民眾在二十日 透過電商平台取得雙鋼印口罩 怎麼回事 是不是說在還會被徵用的時候 就拿出去賣或是說是不是有仿造 當然是要再去調查 才有辦法回應 因為現在只要它有雙鋼印的 一定都會被徵收 從十七號開始 印有雙鋼印的口罩 根本不能自行販售 至於MD鋼印跟MIT鋼印 不一定會印在同一側 民眾拿到不用太過緊張 但這鋼印只是讓民眾方便辨識 雙鋼印還沒正式上路 卻又流出到市面 不管是假冒還是私下流出 不趕快給民眾一個交代 恐怕再度動搖 對口罩實名制的信心 華語新聞簡約林黃明成 台北報導